穿梭在树林中沿着陡峭坡地往上爬 为了探究高雄地区早期日军开凿的军事隧道 采访团队在探勘小组带路下 来到高雄寿山以探究金 我们费尽千辛万苦 终于来到了 平常的山洞口了 手持探照灯走进狭窄的山洞口 每走一步都得小心翼翼 因为通道狭窄仅能容纳一人同行 通常像这个坑道里面只要一进来 它都会有设计一个一个 非常像检查上 不管是熟的人要过来或是不熟的 它都可以做一个警戒 对啊那万一有突发状况 它就直接马上可能就动作掉 而且可以看到这些结构 它都还没有完成 由于坑道相当隐秘 常有蝙蝠躲藏其中 我们继续在坑道内缓慢前进 更意外发现这个闲有人知道的坑道 竟然有人来过的足跡 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塑胶的水管 这个看了出来就知道 绝对不是那个时代的 也有问父亲的祈老 他们也讲说这边 之前有一些游民啊 或者是说一些 要挖黄金的一些寻宝人 他们就直接住在这边 而且好像移住就住很久 对啊 这可以住人吗 可以进去看就知道了啊 寻宝要钻这个洞也太辛苦了 它里面很大耶 对啊 但是这个 这应该是人家故意堵起来的 真的有耶 很多那个就是 后期人为的东西 我们一钻进地洞 发现地上长长的塑胶管线 一旁还有铁盆水管 这表示这边之前有人来过是不是 这是之前留下来的吗 对啊 是巨石旗 眼前三大桶的生锈铁桶 令人不禁怀疑 是否就是过去所遗留下来的 但当我们继续前进 现场看到的东西 更肯定坑道曾经有人住在这里 这还有马桶 这表示这边之前的确有人 生锈铁锤 锯子 现代才看得到的塑胶除水桶 全都藏在云石坑道内 在我们纳门这些东西 怎么进来的同时 也不免好奇寻宝的传说 因为高雄市寿山古称埋金山 传说日本撤退离开台湾时 在山上坑道埋下不少宝物 会声会影的传说 自然吸引寻宝人前来 日本人在台湾这边 有大概殖民大概50年的时间 所以有很多的建设 一些军事结构 都是当时留下来的 对那包括我们常看到一些 山域的一些坑道 或者是一些列油厂的一些建设 它跟现在的结构比较不一样 都是在一些比较隐秘的地方 可能是在地底下作业 所以都是在让战争使用的 日军开凿的坑道四通八达 里头当然也少不了防御设施 靠近洞口的石灰岩壁上 就有当时的射击枪口 山讯教官就说 为了方便抵御敌人攻击 坑道口的前后都有这样的设计 像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就会看到这里又有另外一个枪沿 跟刚才入口的一边 这边是出口 它原理上是在两个 进出口都会有一个stand by的地方 也就是在这边做防御 就万一真的敌人又攻进来 他没有办法他就赶快撤 他可以的话就攻击 要出去吗 这里现在压低所以他就快了 离开坑道我们继续寻找 藏在寿山上的隐秘碉堡 穿越树丛沿途还看得到 过去战争的痕迹 真的耶 那个是放子弹的箱子 这有一个 这个是那个吧 炮车是吗 陈旧炮车尽管被树枝枯叶覆盖 但仍然可以感受到 过去战争时的氛围 长期关注高雄日军在台历史的 山训教官宋德威就说 这条看似荒烟漫草遍布的山路 又叫做史温侯登山古道 是以英国在台首任领事 史温侯的名字所命名 这条登山古道 在战后由空军防炮部队接收 直到民国65年左右撤退 之后还军入战队 当成特种训练场 过去一直是军事管制区 民众无法进入 直到民国92年 英国领事馆官邸开放参观 这条历史悠久的古道 才又再次重现世人面前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是在史温侯登山古道 那这个古道以前 为什么叫史温侯 因为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人 对 那因为来为了纪念他 那这一条路也是 他常常在这边 做一些研究探勘的一条古道 史温侯当初不只是英国领事 更是一位生物学家 在台公务期间发掘各种新物种 像台湾特有种台湾民猴的发现 就被证实是他的贡献之一 如今这条古道 在探勘小组的重新探究下 不但找到十组日军防空碉堡 更意外发现消失多年的 台湾关地界碑 就刚好就在这边这个位置 就发现了那个 高雄关的这个花岗岩 它就直接卡在这里 就露出了一点点 就卡在这个缝 就刚好这个size 树木缠绕 残破碉堡 过去是二战末期 日军为了防御高雄港所搭建的 而这两层楼的碉堡 正好就藏在史温侯古道周边 这条路上面为什么会发现这个石碑 因为石碑发现位置是在 离我们大概差不多 一百多公尺的位置 它就在大马路边 那跟这些结构都是一样 当时就是 可能是日军啊 他们要做一些建设 或者是要做一些整治 它没有很好的建材 它也没有办法马上去做砖头 可能就是直接利用现有的一些石块啊 我们在那个刚讲 那个日军防空群的 那个碉堡旁边的阶梯 我们调度中老师 发现有那个花岗岩的 花岗岩条的侧边 刚开始是看到侧边 他们在整理完了以后 发现那个花岗纸条 上面是圆形的 那么确定说 这个是一块骨碑 然后再慢慢整理 那个台湾关 三个字就出现了 花岗岩材质的地界碑 长107公分 宽26公分 厚9.5公分 被发现时已经断成两节 上头清楚刻有台湾关地界五个字 过去就曾在高雄 发现过三座相同的地界碑 如今随着第四座被发现 见证清末天津 北京条约 签订后海关的历史 更是清代台湾海关的重要时针 清代的台湾关 就设在英国领事馆的旁边这个地方 那因为他是一个那个海关的重地 那他聘用的职业大概就是英国人 禁止闲杂人就进到里面去 如今更传出 第五块台湾关地界碑也已经现宗 不经令人猜想 清代少船头台湾关与英国领事馆 到底立了多少界碑 引发史学界热烈讨论 从寿山隐秘的军事坑道 到清代台湾关地界碑的发现 类似历史痕迹 仍然隐藏在高雄寿山当中 看看小组继续带着我们 前往寿山另一处 眼前看似荒废的水泥建筑 里头同样别有洞天 它刚好就是差不多是两个人 可以互相通过的一个size 然后可以看到类似这样 上面这些灯啊 都是当时那个年代的结构 复古造型的电灯 尽管已经不会再亮 却趁作出隧道的悠久历史 狭窄的通道看似简单 当中还藏着防御设计 像这边这边有一个这个口 这就是卫兵在这边stand by的 就是卫兵 对 它会站在这边就在这边等候 万一就是说如果有敌人要攻过来 或是这边有什么 可以做一个互相接应的一个位置 随着战事结束时代改变 大部分的隧道渐渐被人淡忘 有的就此永远埋藏 但文史专家就说 其实高雄市绝大多数山区 都有类似的战备防御坑倒 像位在高雄左营的龜山 就连很多在地高雄人都不晓得 这里曾是二战时期 日本海军驻扎的重要地点 摊开过去古地图 除了寿山顶的防御炮台 旁边龜山的山头上 同时也有对空戒备的炮台设施 当时日本海军施舍部 就在龜山南侧山壁内 以炸药籍员工开凿的方式 挖掘了五条军事隧道 早期我们是知道 龜山上面有那个炮台 准备要打美军的飞机 那个名称叫龜山 龜山炮台 那大家不知道的就是说 炮台的下方其实还有一个 叫龜山洞窟 所以它其实也是为了做一个 储存它的一个军械炮药 然后抵御军红战的时候 对 它的设计的目的应该是这样 根据日军交接清测记录 龜山洞窟隧道 是日本海军兵器弹药储藏所 地图上就清楚标明着 兵器并爆药集集所 因此建造时洞窟外军装上厚重铁门 可是隧道看得比较完整一点 这是比较后期的 也不是后期的 这个隧道是我们的研究是 二战的末期跟半平山的隧道 差不多时间 差不多时间 对 那是日本海军的施舍部 他们所建的隧道 我们跟随文池专家走进龜山洞窟隧道内 半原型隧道每条长约30公尺左右 前后贯穿整个龜山 最特别的是隧道与隧道之间相互串联 墙壁上残留的英文标示 推测跟美军有所关联 我们知道就是在 那个在韩战的期间 我们有跟 国家有跟那个美国签 那个防御条约 所以美国有派了那个美军顾问团 就到台湾的各个地方 当时可能民国50年60年那时候 美军顾问团跟那个海军陆战队 可能利用使用这一个隧道 日军的留下的隧道 做一些演习 就隧道墙壁上 标示火鞋中心的中英文对照 即使部队打仗时 需要火力支援的协调中心 尽管标示已经斑驳 但这个龜山洞窟隧道 一直到战后由海军陆战队继续使用 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龜山隧道 内侧墙壁都涂上水泥 仍然保存良好 那你看我们现在很快就走到作战中心 Operation World Center 这个大概我们如果当过兵里面那个参山 参山就是那个作战 这个大概是那个作战科的那个协调的中心 穿梭在龜山洞窟隧道内 我们亲眼看见巧夺天宫的技法 更进一步了解过去战争时的种种记忆 每一条乘封多年洞窟隧道 有着当时开凿人们的血泪 也残留着残酷的历史痕迹 等着我们重新阅读这段过去